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美国政府未有任何打算在美国本土上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进行军事行动, 但可以想象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总统有可能会下令在美国本土展开这样的行动。 霍尔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的个听证会上表示, 很难想象在什么情况下,美国政府会下令在美国本土用无人驾驶飞机来展开军事行动。 他说,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执法部门来挫败在美国本土上发动恐怖袭击行为。 霍尔德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令到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觉得不满, 保罗参议员在院上采取推延而视程序的行动, 使得奥巴马政府提名出任中央情报局下一任局长的布伦南提名听证会被逼拖延到星期三之后进行。 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已经在星期二通过了布伦南提名, 但整个参议员还必须投票通过,布伦南才能上任。 布伦南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反恐顾问, 他主张动用无人驾驶飞机轻炸境外恐怖分子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扰 转发 打扰昂